穿上挺拔的白襯衫一次排開 新竹工程師職業籃球隊 全體隊職員首度亮相 除了已經公布的 10名本土球員之外 世事大會上 加入了三名新成員裡 最大亮點就是 政大雄英的當家主控田浩 也準備開啟他的職業生涯 其實我第一天 剛剛我練球還滿緊張的 可是第一天過後 然後到昨天 我覺得就都不會緊張 因為就是 這裡就像一個家庭這樣 他就是你不會 就是大家很有耐心的去教你 那個豪哥跟煥哥 就是因為我以前 都是有看過他們在打球 所以就是都會希望 都能跟上他們的時代 從以前他在打高中 然後到UBA的時候 其實我就還滿有注意到 這位年輕球員 那他其實在球隊 目前為止 對我們的幫助會蠻大的 因為我們的球隊 後場的 控球跟公書傳導 我覺得他的能力 我是滿肯定的 對 八月中休息後 沉澱思索 田浩就主動聯絡 工程師球隊尋求機會 22歲的他 決定從學生球員 直接跳級挑戰職業舞台 其實是受到好朋友 高國豪的刺激 其實最主要是國豪吧 因為國豪的消息 不是放最快嗎 對不對 其實我跟國豪 是感情很好 只是因為我看到他出來挑戰 然後我想說 你看跟我同屆 都出來挑戰 結果我還在打大學 所以那時候我會想他出來 就是因為這樣 然後再來是 比我小的就結隆 然後再來比我大的就是阿體 就是之前都一起打球 你看他們都出來挑戰 那我自己也想要嘗試一下 然後看自己的期限在哪裡 聯盟四支球隊都沒有找過 可是就是我自己決定以後 然後我自己休學完了 然後我又再厚臉皮這樣 又再聯絡Keyn哥跟阿體 然後就說我真的休學 但因為我真的想 我真的下定決心想要挑戰 機會靠自己爭取 只和球隊練過兩次球的田浩 現在正努力的 讓自己跟上學長們的腳步 至於新竹工程師 外援會是誰 又會不會再有本土新兵加入 球媒可以好好期待一下 外圖新聞采放報導